母亲为了能快点抱上大孙子 天天往自己傻儿子的碗里下猛药 只为他能在洞房的时候更凶猛 甚至就连儿子撒尿时 母亲都会热心端上一碗 就这样边撒尿边喝药 好喝真好喝 殊不知 儿子这一喝就是整整十年 十年过去 孙子倒是没抱上 反而儿子还喜欢上了喝酒 这天醉酒的儿子 尾随一个漂亮女孩 来到了一个黑暗的巷子 看视频一定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发送狗头保护 本以为这次可以抱上孙子了 可就当他准备走进去时 一个石头突然把他吓得赶紧跑回了家 次日 这个漂亮的女孩 就以一种诡异的姿势 惨死在了房梁之上 而警方怀疑的对象 只有傻子一个 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是傻子干的 只有母亲认为 儿子是被陷害的 可让他不知道的是 傻子是不会为自己脱罪的 他只能承认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会被更多的人关注 母亲询问儿子为什么会认罪 可换过来的 却是儿子的一顿臭骂 无奈之下 母亲只好用攒了半辈子的钱 为儿子找了一个律师 帮他脱罪 可律师来到后 儿子却一直不停揉搓太阳穴 这让律师也认为无可救药 律师走后 儿子一直吵着要见大壮 因为大壮是他唯一的朋友 而他也正是母亲 不让傻儿子受欺负 认得一个干儿子 而这么多年来 干儿子每次闯祸 都会嫁祸给傻儿子 这让母亲对他产生了怀疑 于是赶紧冲回家 来到儿子房间 到处寻找蛛丝马迹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成功地在他房间 找到了一个带血的高尔夫球棒 然而 就当他把球棒拿到警局时 警方去告诉他 上面不是血而是口红 就这样 母亲的猜测再一次化为泡影 但摩埃的伟大 让他不抛弃不放弃 于是他来到学校 开始调查起了 那个死去的女孩